曲潭儿,终归是要为大局牺牲 你一定要想办法回去 保护我们的血 电视剧双世宠飞三正在热播 曲小潭穿越后的世界 是个暗潮涌动又女尊难卫的朝代 而且当今女帝长得跟她一模一样 更糟糕的是 墨连城失去了所有过往记忆 此后曲小潭最要紧的任务 就是要尽快让爱人重新回到她的身边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曲小潭与墨连城的感情在婚后不断升温 连城的记忆也有恢复迹象 可就在此时 女帝也盯上了曲小潭 她得知曲小潭的血可以解开古迹中的神秘力量 立马策划起了针对小潭的献祭计划 另一边 曲小潭与墨连城回到了当初的如胶四期 两人甚至还把儿子给找回来了 可惜曲小潭不幸被女帝绑架 等墨连城感到爱气身边时 发现小潭已经被放干血奄奄一息了 连城瞬间感到无比绝望 她累帮着把曲小潭抱在怀中 小潭用尽最后一口气向她交代说道 照顾好我们的儿子 说爸便昏死过去了 爱 只希望曲小潭与墨连城最终都能平安无事才好啊